是美国之音在中国时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恶性淋巴瘤也就是常说的淋巴癌是一种起源于人类免疫系统细胞及其前体细胞的肿瘤 今天的专家话题就是如何诊断和治疗淋巴癌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国家癌症中心的主治医师朱古川先生 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参加节目的方法是这样的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另外要告诉大家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你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在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两则相关的报道 研究人员说有些白血病患者如果接受干细胞移植 能够明显地提高存活率 事实上研究人员说干细胞的使用可能成为新的标准治疗方法 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两个星期以来兰德尔·伯纳姆一直以为他得了感冒 其实不然他患的是一种足以致命的白血病 当我被诊断出来时 我已经病得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 我大概只能再活两天 伯纳姆患的是急性随样白血病 那是一种在血液和骨髓里的癌症 如果不接受治疗 癌细胞的扩散会非常迅速 通常患者剩下的时间只有几个月 化疗能够缓解病情 换句话说 使用骨髓和血液恢复到正常状态 克里斯医生说 化疗不会杀死所有的癌细胞 在一些病人身上癌症还会复发 克里斯医生说 一项简单的染色体测验 就能显示出病人的急性随样白血病复发率的高低 对育后效果比较好的病人 仅仅化疗就足够了 对育后不好的病人 通常的治疗方法是 化疗之外再加上一次血液干细胞移植 但是对于如何治疗中度 也就是复发风险为50%的病患 医生还没有一致的看法 克里斯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分析了二十几个病例 他们注意到 配型成功的捐赠者的健康干细胞 能够提高中度风险病患的存活率 病人伯纳姆就找到了一名理想的捐赠者 我有一个姐姐是非常理想的捐赠者 我还有一个兄弟和另外一个姐妹 她们的配型稍有不同 所以她们就选了我这位各项指标都匹配的姐姐 她捐了干细胞给我 接受干细胞移植后 两年来伯纳姆的病一直没有复发 克里斯医生说 这项研究可能为如何治疗中度风险病患 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干细胞移植伴随着各种风险 伯纳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 因为她更容易受到感染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 但是克里斯医生说移植手术的好处超过风险 这项研究结果刊登在美国医药协会的期刊上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据估计2008年全美国有大约150万人被诊断为癌症患者 超过50万人将会死于癌症 据报道 医学专家们或许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 当洛佩兹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 他亲眼目睹了他的祖父受癌症折磨后去世 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这种事怎么会发生 我怎么会再见不到祖父呢 在这个实验室 阿拉布庚医生在测试一种治疗癌症的新武器 它包括两个过程 能让已经损伤的细胞自动消亡 你可以把它应用到癌细胞上 这也将成为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 我们细胞中的DNA有两条链组成 破坏了其中一条 另一条可以自动恢复 但是把两条都破坏了 就不能复原了 困难是能杀死癌细胞的药物 常常同时攻击健康的细胞 我们想要做的是 我们要设计一种分子 能准确地在恰当时间和地方工作 他们发现了一组叫做赖氨酸的分子群 这些分子被一种特殊的光激活以后 能锁定癌细胞 这样就可以辨别DNA一条链中被破坏的点 从而导致另一条链被破坏 结果就会杀死癌细胞 他们开始缩小 然后就会自动消亡 在用于人体肾脏癌细胞的实验室测试上 这种方法杀死癌细胞的成功率达到了90% 这种利用光激活赖氨酸分子的方法 可以在不用手术的情况下 用于其他癌症肿瘤的处理 难怪洛佩兹想成为这个研究队的一员 对于他来说有个人的因素 我希望我们所做的这个研究能够帮助其他的人 这个研究可能成为制造药物的先驱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保健原地节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 淋巴癌的诊断与治疗 注意事欢迎来到保健原地 很高兴到这儿 刚才我们这有一篇报道 就是谈到2008年 在全美国大约150万人被诊断是癌症患者 那其中呢可能就有50多万人都会死于癌症 那到目前为止 癌症好像还是人类还没有完全攻克的这样的一种病症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癌症呢有很多种类 很多这个致命性非常高的一些癌症 比如说肺癌啊肝癌啊等等 这都是具体在某一个器官上 但是说到这个淋巴癌呢 因为这个淋巴好像是在这个人体 在很多地方都有淋巴组织 这淋巴癌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讲一下淋巴癌 淋巴也是一种器官 它是免疫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你刚才讲的美国大概2008年的时候 有150万左右 根据统计 淋巴癌大概有70万左右 70到80万的样子 有7万到8万的样子 其中呢淋巴癌大概能分成 大概分成Hodgkin's lymphoma 我们中国话叫和解精士病 或者是非和解精士病 其中呢非和解精士病是比较大的部分 大概要占80%到90%的样子 根据最新统计 在2008年大概有7万人左右 得这个病 然后呢 和解精士病呢 大概有8000人左右 刚才你谈到就是这个和解精士 还有这个非和解精士 我听起来好像这个名字 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 通常一些病的名字 是医生的名字 或者是病人的名字 能不能比较详细的介绍 为什么是叫和解精士 另外一种叫非和解精士 这个和解精士病呢 它是一种 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淋巴细胞 叫Reed Sternberg细胞 这种细胞呢 是有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发现的 最早期的时候呢 是有一个 就是一个 因为女性的专家 这是最早的在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 可以讲是美国医学界第一位 进入医学院的这么一个 很有才干的一个女士 然后她毕业以后 在她的研究中间 发现了这个Reed Sternberg细胞 那么这种细胞 以它命名 然后呢 这种病 和解精士病呢 和非和解精士病 在它的发病 在它的治愈方面 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所以呢 零八癌的分类 多少年来 历经了很多的变迁 现在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就是最新的世界卫生组织 把它分成和解精士 和非和解精士 其中呢 非和解精士 我们叫 Non-Hodgkin's Lymphoma 又可以大致分成 B细胞和T细胞 B细胞的意思 我们知道B是美国英文里头 骨髓的简称 骨髓的第一个字母 T呢 是美国那个英文里头 胸腺的第一个字母 所以说呢 这两种细胞 叫它 之所以叫这样的名字 是由于它们是在 这种不同的地方 成熟而造成的 B细胞呢 是主要是在 骨髓里面成熟的 T细胞主要